这个什么 爸爸 这个怎么是爸爸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国宝啊 这么突然 今天终于带娜娜来吃洋洲炒饭了 看看里面忙不忙 这里的话都是这个 华阳特色菜 让你尝一尝 特色 扬州特色 带娜娜来吃个扬州早茶 这个的话就是大肚甘丝 还有这边的蒸饺 小苗吃得好开心 对 饺面 这个是饺面 那点名要尝的这个扬州炒饭 给大家点上了 这个蒸饺怎么样 好吃吗 这个叫锅贴 锅贴是吧 锅贴 锅贴 就是面和饺子一起的 这叫饺面 这里是不是很有这个烟火气 不像那些特别安静的饭店 那我到时候这个去 那边去 就是很接地气的地方 很不错是吧 面条和饺子的这个配合 娜娜还是第一次吃 扬州炒饭的话 就是我们这次来扬州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娜娜已经把这个盆子都倒在碗里面吃了 大口大口的吃 简单吃了一个扬州早茶 然后现在带他们去动物园 这个店里面生意好好啊 人特别多 这个市景气 这个全部都是去动物园的车吧 之前不是带娜娜还有小苗去北京动物园的时候 看大熊猫嘛 但是那个时候 因为是春节 人特别特别多 那个大熊猫特别受欢迎 然后我们又没看得成 这次来扬州 然后娜娜知道 扬州的动物园里面也有这个大熊猫 所以我们这边立马就开车过来了 今天必须要把咱们的国宝给看上 我们刚来这个扬州一天啊 不忘记看 感觉扬州怎么样 绿色的 绿色的是吧 风景很好 这边动物园还要买门票 一张的话好像是48吧 哎呀妈妈 多不得进妈妈多不得进 娜娜给赵母娘打电话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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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娜一个动物园里面就给俄罗斯赵母娘打视频电话 赵母娘的话也是特别向往这里的 因为西部亮春天的话 现在还在下雪 到处都白茫茫的一片 哪有我们这里都五颜六色的 动人可以没问题 然后我们现在直奔这个熊猫馆 熊猫馆 这个里面应该是熊猫吧 这么多人 哦熊猫 看到没 哇终于看到熊猫了 熊猫在干什么 你看快快快熊猫 熊猫在干什么呢 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 爸爸这个怎么是爸爸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国宝啊 你看买个熊猫 来我们选一个 这个多少钱 2828 娜娜给小苗要付钱了 哎呀 哎呀小苗要给 给我们小苗买了一个好漂亮的小熊猫 是吧 啊哈 对 你去看看那边还有熊猫呢 熊猫到处都是这个最受欢迎的 看到没 对他在睡觉呢 对他在睡觉呢 近距离看一下 他睡觉了 这个什么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熊猫叫月亮 他叫名字是月亮 对他的名字叫月亮 在莫斯科我们也送了送了两个熊猫 现在都是国宝当做这个国礼 送给俄罗斯 哈哈哈哈 买了一桶菜去喂羊 来米亚我们用胡萝卜喂这个羊 来过来我们喂羊 哎呀哎呀 哈哈哈哈 让妈妈喂 当然了 先他嘴里 哎 刚才米亚吓了一大跳 哈哈哈哈 你看他的牙齿好可爱 什么东西啊 哎呀牙 快快快快快快快 怎么突然 突然跑到你害怕什么 别害怕 再给他吃点 他他都跑过来了 娜娜还害怕呢 又来了一个黑色的 又来了一个黑色的 快点喂 要不要都围着你 哈哈哈哈 这个好可爱 你还跟羊说起话来了 我看这个老鹰 哎呦天啊 哎呦天啊 他头怎么秃了 没有 这样 很近的看着 老鹰 啊哈 他的眼神特别像你爸爸 哈哈哈哈 他这样看着你 啊哈 是吗 对 老丈人那个眼神就看着我 对 感觉都可以看偷我 看穿我 那个眼神不看的 啊哈 我买了个卡卡林车 让那老师 那司机 开带着我 要不你 龙文奇卡 你可以的 这个就是 为了让你先开车之前熟悉一下 里的 咱 Hm 正好 而且连 只有 这么胆 不管了 office 翌夷 猫最糟了